请问一个人的命运会被什么所控制呢 命运到底被什么力量控制呢 其实我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你听完这个故事 你会突然发现 人的命运居然被这种东西控制 故事讲的是什么呢 有一个爆破工程师 做事很认真 能力很强 是一个较真的人 有一天啊 他的女儿过生日 然后他就停好了车 到一个蛋糕店去给女儿买生日蛋糕 心情特别高兴 结果从蛋糕店出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车被拖走了 因为他停的那个位置呢 是一个禁停的位置 但是禁停的位置没有禁停的标志 他就想 他说我是回家给女儿过生日啊 还是去理论把车要回来呢 想了想他决定 还是去把车要回来去理论 到了拖车公司啊 讲了很久 结果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回到家里呢 错过了女儿的生日 他的情绪啊就有点崩溃了 第二天呢 他跑到拖车公司 就把人家的玻璃给砸了 砸了之后啊 又是一番争吵 因为这件事呢 他的公司决定把他开除 因为觉得他的情绪管理太差了 丢了工作 祸不单行啊 他的老婆说 你没有工作了 那我们离婚吧 日子过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啊 这个爆破工程师 彻底的情绪崩溃了 于是怎么办呢 他设计了一场爆炸 把这个拖车公司给炸掉了 其实啊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最终呢 他被送进了监狱 咱们来想想看啊 他毁了自己的小家 然后呢 也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到底是什么 控制了他的命运呀 其实就是他的情绪 如果他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可能他的结果不至于这样 所以在《易经》当中 说吉凶以情迁 你的命运是吉祥的 还是凶险的 都跟什么有关系呢 都跟你的情绪有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啊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命运